我一直保持每天 比如睡觉之前一个小时的阅读 这个是几乎雷打不动的 没有什么特别 他说你还能坚持吗 我这个好像无所谓坚不坚持 就是你习惯了 卧室里没有电视机 没有手机 没有任何电子产品 这个是我的一个习惯 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 就可以睡觉了 其实可值得反复看的书不多 我有特别热爱的书 有我特别喜欢的书 比如说《红楼梦》 《安娜卡琳尼娜》 《产花女》 但我不会反复看 就是好多人会一本书 看个八遍十遍的 一首歌听个上百遍的 我很少干这样的事情 包括一部电影 我爱到一部电影 比如说我可以坐着飞机 飞到一个正在供应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可能我看不到 看完了再回来 但我也不会再去看第二遍 时间有限 把时间留给新鲜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反反复复地 唐诗诵词 因为它短小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不同的生命阶段 读一首诗 读一首词的理解是不一样 可能小的时候就觉得 风花雪月的东西 风花雪月的东西会更触动到 但是大了之后 为什么就会越来越喜欢苏东坡 甚至喜欢路由 觉得哎呀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他们都写在诗词里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虚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你说简单吗 没有一个字 你不认识的 可能你小学 甚至不用读小学的 小朋友这个都有 早教都有了 你写不出来呀 我觉得这个太伟大了 它的这种精神的内涵 就是它的面上的极简 和它背后的所包含的 极其纵横百合的 这种精神的情怀和高度 就让你赞叹不已 写出千古 能够引起共鸣的情感 挺难的 有一个女作家 刘渝写给她的女儿的 她叫愿你慢慢长大 最后两句话就是 愿你有好运 如果没有 希望你在慈悲中 学会坚强 愿有很多人爱你 如果没有 希望你在寂寞中 学会宽容 怎么写得这么好 我说就是一个 就是家长 就是对孩子那种期望 没有那么多的说教 后来我们好多组里的那些 愿有很多人爱你 如果没有 希望你在寂寞中 学会宽容 太适合 在2月14号发一下 发一下 我说你们改一下吧 因为很多人爱你 如果没有 希望你在机房中 学会宽容 特别可爱 就是我觉得 阅读还是很愉快的 一件事情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 书是这么直接了当的 就是好像有治愈功能 这个人群去读这本书 你就好了 你就治病了 读什么都有帮助 真的 开卷有益 这四个字 我还是很信的 你没发现吗 就是读环球人物吧 也就是我觉得 真的 就是 不要说 我就好像抱着目的 去读一本书 来那么多目的 高考失利了 那你去看看 约翰·克里斯多夫 人这一辈子 要经历多大的挫折和坎坷 才会有所成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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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